荣耀这个机器因为有点贵 价格我觉得不合理 所以很多人点名我也没开箱 现在都已经很多人开箱过它了 但是还是很多人点名了 我开箱那我就买来了 配置有图 这个配置卖7000多 那也许真的有什么过人之处 机器是我自己套钱买的 不是广告 不是掐饭 不是厂家充值以后吹产品的视频 包装箱很轻硬度也很高 一般有两层包装的机器呢 都不差 背面磨砂明显不留指纹 C面也是明显机器比较轻 出风口在转折的缝隙里 应该是有两个 它的触感非常特别 有点类肤质 但不是类肤质 类肤质是黏的 它不黏 厚度比较薄 机器右侧A口耳机耳麦HDMI 左侧两个C口 这个是不知道干嘛的 好吧 摁一下就可以弹出一个摄像头来 而且在磁吸也不会那么容易丢 脚垫在桌面主力感一般般 但和它的重量有关系 平的开合角度机身的刚性很差很差 会有明显的形变 这个和它的厚度重量材质会有关系 键盘没有明显段落感 全程都有比较韧性的感觉 屏是四面窄边框 底部也很窄 触摸板没有形成也没有回弹 也许是什么电机在里面震动的那种 电源键在这里会有明显的段落感 这个是对头的 机器我们已经激活和更新过了 这样我工作量会小一点 确实非常轻薄 外出的话感受会比较好 机器的颜色和质感也不让人讨厌 还真是触摸板带震动的 电源适配器65瓦C口 190克算轻的 1030克算非常轻的 机器外观很加分项 键盘的背光是白色 明显是一个OLED屏 但是观感很好 摄像头可以吸在顶部 PL12是41和43瓦 主板的BIOS版本是7月25号的 机器此刻明显有风噪声 CPU是四个大核 八个小核 两个小小核 三级缓程18兆 二级缓程14兆 内存是16G的美光的7467LPDDR5 这样是焊在主板上的 硬盘是长腔存储的PC3001T 5线网卡是英特尔的WiFi6E的X211 核显比上一代有提升 是112EU448的核心数 这个核显但凡性能正常的话 发挥正常的话 都可以玩一些小游戏了 屏的分辨率很高 是3120×2080 120Hz的刷新率 EDO应该是核灰光电这块屏 最近已经碰到两块这个屏了 观感都很好 也可以设置成60Hz的刷新率 这样可以省电一点 你们注意这块屏是触摸屏 怎么理解 没有太多的应用场景 但算是一个卖点 这是内存和缓存 拔掉电源以后循环播放是屏 屏幕亮度最高 刷新率120 电源模式也是平衡 总共连续播放了5个小时 在50分钟 对于重量的轻薄本来说也OK了 CP的跑分R23多核10分钟是7926 这个跑分 我在笔记本上已经多少年没见过 非常差甚至不如i3 12100F 我深深的怀疑自己有问题 我待会再反复跑一下试试看 如果是这个跑分 荣耀X16的R5高45% 那好像是一个2999的机器 红米同样的CPU高68% 13000多分 MD上一代的8845H高一倍 ThinkBook的U7高一倍 多一点点 最右边是台式机 R5高两倍 按照正常的理解 我所有的设置应该是没问题的 也是查电的 也是高性能 有人说我不做重活多核没意义 我要看单核 单核也很差 1417红米同样CPU高12% MD上一代的8845H高24% MD最新的305高40% 高非常多 右边最高的是台式机的9700X高51% 2024是459也非常低 那就不是软件问题 2024的单核也低于R5 CPU的全部跑分都很差 那么多人点名这个机器 他们不知道差吗 工业软件要不我就不跑 应该没人这么自虐 用这种机器跑工业软件 连续跑30红25 每一轮的跑分很低 最大值是1276 最小值是1195 仿佛回到了5年前 差值81 不算大也不算小 新版鲁达士119万总分 CPU47万 老版鲁达士的跑分 CPU只有12万7很难得 显卡的跑分没什么问题 3192没有CPU性能那么烂 红米同样的CPU高板值9 MD的780M低11% 880M高板值2 最右边最高是台式机的6500XT高54% 硬盘的跑分正常 但价位没有用PC411 还是有点扯 用格式工厂转换视频是296秒完成 很差很差很差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是确实是CPU性能发挥差 而不是之前跑分有问题 红米同样的CPU快一倍 这凭什么 没想到它标41W的CPU 能差到这种程度 MD上一代的8845H快一倍多 最新的365快一倍多一些 台式机的9700X只要三分之一的时间 有一说一 Intel的核显可以用GPU加速 53秒完成比刚才快很多 但是也远远赶不上红米同样的CPU 简映剪辑4K60帧的视频 CPU的占用很低 核显占用高 那么就很利于这个机器的倾向 调教倾向 74秒完成 这个速度还好 华为同样的CPU快13% 1万多行电子表格转换字体的时间 CPU的频率只有2.5G左右很低 这一项应该是这个机器的人群 重度使用的场景是1分26秒 这个速度非常差 同样CPU的红米快36% AMD最新的365快了一倍多 如果对CPU的多核性能有压力的应用场景 它慢它差也就罢了 可以理解 这里是对单核性能有要求 单核性能对于供电和散热是没有压力的 而且文字处理是这个机器的重要的使用场景 摄像楼的效果很好 收音的效果不知道 非常棒 能够产生愉悦感的棒 屏幕亮度 CPU单烤才开始确实可以达到43瓦 但温度一直在100度左右 在30秒就降到了27瓦 环境温度24.1度 烤机50分钟 CPU是28瓦 85度 CPU的频率是2.0 2.3左右 1.3左右 只能说左右 双烤核显的频率是1.3G左右 比其他机器还是要低很多 CPU的频率只有0.6G 0.8G和0.4G了 非常低 游戏肯定不要指望了 我也审视了 噪音很低 在人的位置50.9分贝 因为等于就人的环境的背景噪音 机身上只有54.6分贝 插箱板上也只有52瓦 续了一段时间 以后核显的频率在1.2到1.25G 单烤核显的频率在1.4到1.75G 稳不住 烤机时温度主要集中在屏下方和键盘中间 不插电的跑分是7744 只降低了2.2% 等于没降低 很好 开始跑游戏 跑游戏只是为了看这个机器 相较于其他机器 它帧数的高低 不是为了看这个机器 可以跑什么游戏 刺客信条英零电1080P的最低画质 33帧是横比的机器里面帧数最低的 同样的CPU红比高百分之次数 MD上一代的780M高百分之78 MD最新的880M高将近一倍 右边两个是台式机的入门的独显 高一倍多和高两倍 XS2是1080P的最低画质 阴影最高 在菜单页面的操作过程都很卡 糟糟 CPU的频率越低操作感受越糟糕 55.7帧很低很差没法玩 华硕无畏同样的CPU高百分之48 MD的8845H高一倍刚好一倍 台式机的入门独显 6500XT高很多很多 有人说英雄联盟能不能玩可以 这是2K的最高画质 没有用它原生的分辨率太高了 坦克世界我就不跑了 纯属自虐 有缺点非常鲜明 优点是平好扬声器好 机器非常轻薄 摄像头也不错 缺点也很明显 CPU的性能太差太差太差 你等于拿今天的钱 买了一个五年前的CPU的性能 核显的性能 相对于同样的CPU也低非常多 我觉得英特尔有非常大的责任 英特尔应该规定CPU 它的性能发挥在某一个值上 比如红米的那个U5-125H 我们可以叫它U5 那么在这个上面 它的性能发挥就应该叫做U1-125H 否则普通用户看到同样的CPU 以为是一样的性能 他以为买的是一个U5 结果是这种性能表现 这种机器你说能干嘛 它的用户群体 只限于极其极其小众的用户群 你如果是学生 你不要买 你如果是把它当做主力机 你也不要买 你有一个性能不错的台式机 或者是主力的笔记本的情况下 你如果经常外出可以考虑它 只是可以考虑它 这种人群到底有多少 你自己排除一下 而且而且 它的价格7599 又排除了绝大多数人群 那么它的用户面 其实是非常狭窄的 那么如果是这部分精准的用户人群 这个机器绝对是一个好机器 价格也不贵 听懂我意思了吧 就这个机器面对大多数人群 它是非常差的一个机器 完全不值得考虑 我很难理解 这么小众的一个定位的机器 却有这么多人点名 这本身就有问题 你懂我意思吗 对于极其小众的 它的精准用户群来说 以上的问题都不算问题 关于买U7和U5 你想象一下 在一个限速30的路上 你买一个普通的车 和买一个超跑 其实是一样的速度 不单是它轻薄本 我从来都不推荐你们买高配 最后价格7599 我认为它值这个价 反而是只不过 它并不适合你们大多数人 就这么回事 开箱完毕 开箱期折价呢 就减一千块钱 就是6599 会随机的时间上架到我们的网店 我们的网店是在淘宝的首页搜中正评测 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是在微信里面搜中文的中正电脑 就这样 拜拜